尊义火锅的特点就是神奇的味道 便宜的价格 还有就是越吃越饿 来 兄们 干了 大楼大悬 咱们云河中国来到了贵州尊义 刚从茅台认出来 兄们带了一瓶茅台认酱酒 咱们今天要去吃这个馆子 也是经典的贵州味道 三汤 这么刁钻的地方 这家馆子绝对好吃 不好吃 小助理 结账 走 我一看这种环境我就兴奋 你知道吗 我就是厨厂 这不是老酸汤吗 就是咱们喜欢的风格 对对对 包姜吧 走走走 老板这么年轻 这是自己拿是吧 对对对 哦 从这儿上 对对对 我来这种店吃的也就是兴随 坐在门口坐这儿吧 这就是酸汤 这倒的是啥就是水 熬的高汤 熬的高汤 柠檬 柠檬 就是番茄 对 这个丸子 这个丸子我看着不错 哎呀我就喜欢这种碗装的 你看这 猪丸就看着不错 还有啥 这菜不占肚子 鱼 这碗自助的 怎么样 过年了 过年了 过年了是吧 咱就是茅台镇的酱酒配桂州的酸汤 我觉得这是桂州两大特色 一个是吃酸一个是酱酒 哎呦 哎呦 太香了 好看这酒 兄弟们 这碗喝酒 哎呀 先整个 先吃人不可味 先来一口 来 这酒放两天更好喝了 喝完这碗我得摔了 我们现在人这么干的 来来来来 等啥呢 快涮牙 我的天哪 别等了 等啥了都把这搞丸子 就等着了 煮多酒能吃呀 这应该可以吃了吧 牛肉其实简单 烫一下就行了 这酒能吃了 这 我这肉就着不住吃 看着这是一碗啊 就一块头 就就就就就完了 这是泼了一层 底下全是菜 嘿嘿嘿 就一块子 我说这酸的东西啊 就是你你不用吃 就你闻着味啊 你口水在你嘴里边打转 牛肉 这东西还就是吃肉香 腊肠 还有它的这个腐猪包肉 猪肝猪肝 赶紧吃猪肝 最嫩的是 你发现没 所有东西过来烫以后 是你饿味 来个丸子 丸子飘起来了 这丸子不错 鱼 这贵州有两酸啊 就红酸和白酸啊 这白酸是啥呢 就是米和面发酵的 这红酸 就是那野番茄 所以它这个味啊 酸不刺激 酸中太甜 这酸汤 这酸汤能直接喝吗 老板 可以 可以是吧 哎呀 别喝 你喝了这 你还想多吃几盘肉 你先摸一下火锅 这太贵了这东西 喝完酸汤来就 来兄弟们 得一下啊 干不干 干的 干的扣个银 没人扣银 那么就不干了 再来 冬天吃火锅 最舒服 外边天下的那种 坐在屋子里边 围着炉子 吃个火锅 小酒一喝 复复喝酒呀 就贵州这个地方 为什么吃酸啊 就据我考证啊 因为咸地没有盐麦 不产盐 它是用酸来代替盐的 要不然这饭做的时候 还没味儿啊 干了啊 咋兄弟 干了啊 哎呀 你给几行 三行 三行 可来可不来 哎呀 没啥特别的说实话 今儿又是小助理买单啊 一百七十八元